不過其實在七年前 賀一航許多好朋友就曾經勸過他 要戒賭戒女色了 因為賀一航早年在秀場走紅之後 就染上了賭博的惡習 被黑道押走了好幾次 那麼幾年前賀一航在節目上 也曾經談到自己第一次中風 顏面失調 讓他陷入人生的低潮 來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磁心又充滿感情的賞音 賀一航七年前上節目展現歌喉 當時正值賀一航演藝事業的第二春 好友們都來相挺 三十而立 四十不獲 五十之天命 我覺得人生可能要為自己多想一點 好友苦口婆心相勸 因為賀一航早期在秀場走紅後 有了泥氣和金錢 卻也染上了賭博惡習 甚至連黑道都多次找上門 每天在錄影外面 外面就有人拜了要來跟他押這樣 有一次外出味 好 一個已經我還沒到的人 就先押走了 你聽嗎 外面還有一天來人的警衛說 不好意思 明天請早 已經押走啦 已經押走了 這個押人就押走了 柯大哥 你回憶一下 前見後後你被押過幾次 差不多有五六拜有人 被討在日子難熬 還一度突然中風 造成顏面神經失調 賀一航乾脆把自己灌了起來 晚上在這裡 我外面都是一個人買在家裡 我買麵包在家裡吃三天 三天四天 沒出門 對 都沒出門 每天吃麵包 因為我覺得 自己面對朋友 我覺得會嘴巴 會覺得我不知道要找誰 很多人氣軟炎還是怎麼樣 好不容易再重新出發 但賀一航卻始終不改 好色的毛病 不斷演花樂草 你對感情是不是一個 很容易受傷的人 說起來 外表像好像很健康 其實我對女兒 很軟心… 趕快找一個很傳統的女性 好好在身邊照顧妳 讓妳下半輩子 過得比妳的前面更好 藍藍的天 藍藍的海 從今後我不再被愛 與余天一起重溫 當年在電視節目中 拿到第三名的歌曲 當時的賀一航痛定失痛 決定洗心革面 但如今卻再度傳出負面消息 賀一航似乎呼呼了 當時好友們苦苦相勸的用心 明日新聞整理報導